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之锋 罗冠聪和周荣康重夺公民广场案 终审法院今早处理三人 就被改判入狱的刑期复核上诉 决定押后裁决 三个人都获准继续保释 虽然暂时可以继续保释 但王之锋明天还要面对 占望藐视法庭案的判刑 也可能会被判即时入狱 他们今早上庭之前就见记者 说会坦然面对裁决 还懂得向特首提出证明 我几天在监狱的时候 林鄭卢就答问题 就问他年轻人 你怎样去看 他就说年轻人犯法 就一定是要受到懲罰的 今天律政司司长 都面对了一个这么严重的考验 我也很想林鄭市长 去回答这个问题 犯了法要犯到懲罰 那就理所当然 年轻人和高官都应该一视同仁 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驊 潜建风波越剪越烈 是不是一句包容就可以大步揽过呢 鄭若驊近期就被揭发原来曾经出过书的 讲解建筑法当中包括解释 潜建的案例 以他这么专业的背景 原来都没办法看得出自己的房子是否有潜建 这样的解释又是否说得通呢 如果这是事实 那唯有就是事实 正如郑若驊同样被揭发 当年买大宅的案件文件上面 明明没有列出物件有个地库 但他在文件上面就照样签名作实 郑若驊说买之前有看过楼 难道当时见不到个地库吗 但特首都说选择相信他 都是那句话,如果是事实 那唯有是事实 五百尺的潜建地库可以包容 但在码头露宿又行不行呢 如果我是露宿者 可不可以和政府说不好意思 不知道这里阻止人 因为太忙了 以为找个地方睡下没什么所谓 包容一下吧 在灌塘公众码头 有大约10个露宿者住在这里 用各自的方法抵御吹来的阵阵寒风 现在时间大约是六点多左右 太阳还没出来 可以说是整晚最冷的时候 天文台就说现在未够11度 我们手头上的温度计是12度左右 如果在这里睡一晚 环境是怎样 可想而知 不过除了一栋 这帮露宿者要面对更大的问题是 政府要他们离开 早前更加说会在上星期五进行清场 结果有志愿机构和部分区议员 声援一帮露宿者 当局最后决定暂缓清场 但未交代下一步是怎样做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尽快去解决 因为没有人喜欢睡街 如果是真的有困难的话 逐一逐一看看怎样协助解决问题 总比比它一路这样拖下去 第一就影响到周围的环境 第二在形象上 对特区政府都不是一个好事 陈华瑜是观塘区区议员 一直关注这里被露宿者占用的情况 说其他使用者受到影响 现在它摆到好像碰到小山仔 你看到周围都是 你变成一些人要走到码头边 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夏天来说 卫生情况也不是很理想的 柳伯在码头露宿半年 因为和家人争执 被迫离开家 将近70岁的他没有工作 依靠纵缓过活 无可奈何之下唯有露宿在这里 我们的地下都会维持干净清洁 摆到通身一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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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木室咬 卫生环境又不错 怎么住呢 备航中心 我去过了 去到没有位置 整个官塘 不得蓝田轻 啟田那边一个 你想想水几个缩位 有几个位置被人睡 我們也希望找一間大屋住 找不找到呢?找不到的嘛 究竟柳伯這樣的情況 在觀塘租一個床位 或者套房有多困難呢? 我們就現在跟他一起去看看 走吧, 柳伯 走吧 我們見到有街招就打去問問 是, 請問你的地址在哪兒? 喂, 喂 喂 結果不是租了給別人 就是沒有人聽 去到地產店就遇到這樣的情況 別介意, 我想請你年紀 六十幾 六十幾 因為年紀太大, 業主還沒租了 你看我這麼健康, 走一走 完全沒事 沒帶動了, 只有眼閃而已 這位代理 最後都肯帶我們去看一間劏房 差得很差 怎麼差 對, 三個 完全是好味道 現在你已經嗅到廁所味 如果養了兩個人 我只是想問問 沒問題 這個他應該二千七 二千七 那一個人住還是兩個人住呢? 一個 如果你打算分租而住就不租了 不是分租 昨天夾份也不行 因為他上下夾床 夾份也不好了 他只要租一個人而已 紐伯依靠政府提供的 一千八百一十元租金津貼 和三千四百多元縱緩過活 如果他租這個單位 就剩下二千五百元 每日計 只剩下八十元左右 去解決一切生活所需 近年租金還不斷上升 老叔姐想搬離街頭就更加困難 你可能租過觀塘是不是? 那時候多少錢租? 吳衛東是早前幫這群老叔姐 和政府部門商討的社工 他說香港老叔姐問題 一直沒有改善 是因為根本沒有老叔姐友善政策 他建議香港仿後歐美的做法 為老叔姐提供較長年期的宿舍 而不是現在這樣 最多只可以住半年 歐美各界開明很多 不是驅趕 不是讓他沒有地方睡覺 香港政府的反過來就是 總之不要讓政府在社會看到 這是很失望的態度 也很消極的做法 如果政府對市民說是同行 就是reconnect 要按照需要去幫他 看看他的困難 而不是只是趕他走 這個我覺得不是政府應該去看 內地城市驅趕低端人口 香港人看到為之側目 但是紐伯這一類老叔姐 又是否港版的低端人口呢 如果要搬就沒辦法了 要我們搬 我們哪裏有能力跟政府鬥 就算是要我們走 你也讓我們過一個洪洞 連近有刀過年了 是不是 很多朋友跟我說 包括在座的 他們說中文、西文還沒一切結合 還為香港 還為國家 還為我的青年朋友 以後的發展 是要做事的 你們已經看到了 我們以後一定會越做越多 我們一定會越多 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跟中聯辦的關係 亦都是建基於 這種怎樣可以促進 香港和內地 在各方面的關係 並不存在中聯辦 是干預 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的事務 或者施政的工作 更加不存在西環治港 這個說法 中西環要多走在一起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還說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想的 是為香港和國家做事 實際上做甚麼 又或者怎樣做呢 不少香港人都擔心 是否會干預香港的事務 這也是基本法不容許的事 今天我們請到 全國政協委員談曉宗 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跟我們談談 兩位先可以說一說 怎樣解讀 黃志民所說 中西環要多點走在一起 給人的印象 如果你說不是西環治港 都可能跟行政長官共治 你走在一起 你做甚麼 其實你中聯辦的角色 就是聯絡一下各界 雖然我二十多年 他都沒有聯絡過我們 但是你不要干預 我們特區的內部事務 所以你看林鄭月娥 很辛苦出來說 其實他未上任已經說 不用你幫我拉票 你不要管我們的事 所以最近我聽到 有些親北京的人說 其實他們不是很開心的 但是我希望北京了解 香港絕大部分市民 是希望北京確守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 就不要干預我們特區內部的事務 他又不要干預我們 擺哪個人做哪些位置 也不要干預立法會怎樣運作 更加不要干預香港的選舉 我又不覺得有甚麼這麼大憂慮 第一你看看那個情景先 他有一個主例 搞青年活動 青年軍 中聯辦主又出來 特首又出來 所以你見王主任 很輕鬆地去說 就是說很多青年朋友 都想我們走在一起 為香港、為國家、為青年人多做些事 他這個是好處 為什麼不好呢?怕甚麼? 一國兩制 或者劉慧卿有沒有甚麼實際的例子 具體可以說的 我當然有 幾年前張德江委員長來到香港 在第一次 最後一次見我們民主派幾個 我跟他說 我說我們甚麼都干預 我們想要直選你又不給我們 你銅鑼灣書店 大家都相信是內地派人來夾走 李波 我們的選舉你又干預 我們傳媒做甚麼 你經常打電話去罵傳媒 不准報甚麼報物 甚麼都干預 立法會怎麼投票 當時想選我做財委會主席都干預 你說這些真的慶祝難輸 你當時怎樣干預 李剛都說 他到處打電話給他們保安黨 叫他不要選劉慧卿做財委會主席 李剛說 我沒有去到立法會大樓干預 他打電話給他們 不過你又沒有甚麼都賴中聯辦 那是否事實 你選不上去 你選不上財委會 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我選到 你不要賴張德光 張德光他來到香港聽到你沒有回鄉政 後來他發給你 你自己不拿而已 所以我覺得你今時今日有些事情 都不要按照以前那些分析 那些過時的 以前的全部都受干預 那些分析是過時的 你說是否以前有干預 你看看現在香港和內地 我們希望能夠互相成國家發展 國家也很希望 有些甚麼需要他幫忙 他們也樂意 但是是否需要其實都避忌一下 就是既然那麼多聲音 說中聯辦有可能 就是所謂干預 是否都應該避免說這類說話 就是讓大家都不要這麼大聲 這些說話 你將它無限放大 任意存息 那是沒得說的 我想都不是說這麼拘謹 大家多站在一起 一國兩制 大家有些事情 可能多一些溝通 其實市民想的 你不要說市民想 難道經常市民想 想特區政府和中聯辦 經常炒炒鬧鬧 想和中央炒鬧鬧 一定不是 近來有一宗新聞 即將離任港大的校長馬飛心 早前就接受報紙的訪問 就說中聯辦經常向他提意見 他自己都視為是工作部分之一 但是卿姐和李國章談過的 校委會主席 李國章自己看完整個報紙 就覺得中聯辦干預香港大學 所以他就問馬飛心 但是漫畫早報都說 他整篇東西是沒有用過 interference 干預那件事 但是他寫出來 如果你整天找著校長 給人的印象當然是干預 而且馬飛心 不是只找港大 是找了十間大學 那些記者就很乖很聰明 馬上聯絡了 沒有人敢回覆他 只有馬飛心一個說了 其實九間沒有人回覆 你拜託你香港電台去問一下 其他的校長 我覺得中聯辦是沒有需要 常常找著校長 老實說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的聯絡辦 他接觸各方面的人士 大家聊聊天交換一下意見 有什麼這麼大不了 跟不同意 有時表達意見和施壓 可能都是一線之差 不同的 感覺到的 施壓和大家聊天是兩回事 中聯辦是關心 或者是表達意見 但是有時很多 譬如團體到中聯辦門口 就是表達意見 示威 但是又沒有人接信 那些不是 那些不是 他自在是一種行動 那種行動不是要聊天 如果要聊天 你帶上一群包去聊天 那時候是聊到的 那時候是正改的 坐定定 我們拍都看都想的 我從來都願意談 但是談完那次之後 沒得談的 不是沒得談 你害怕不敢再談 我不害怕 一點不害怕 我們當時跟李剛都說 我說你要跟民主派談 不是只是跟民主黨 是跟民主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全國人大常委 范翠麗泰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曾經特區政府一段時間 要靠中聯辦的官員 去聯絡立法會議員 就像欽姐之前提過 那樣 就著政府的方案去拉票 那樣 是不是都是一個例子 我不清楚他在說的是哪次 因為我們來講 我們投票的取向 我們自己的黨團 自己談一談之後 我們就這樣決定 有時我們需要跟其他建制派的交換意見 我們又不用 因為有時拉票 政府都很緊張的 有沒有中聯辦拉票的情況 我又不覺得有這樣的情況 只是接觸你給意見而已 我覺得沒甚麼 所以有時他不清楚 有可能會問問你 甚麼事發生甚麼事 可能會 不用相信我們 你聽說林鄭月娥 她在選舉期間 以後我們的官員 是不用叫中聯辦幫我們拉票 那些官員要自己去拉票 言下之意以往是有 之前是怎樣 他自己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應該知道 我就覺得當然很不應該 就像譚耀宗所說 你作為議員 你是政黨 你就自己去做事 你為甚麼要中聯辦走 你捏著你的手 教你怎麼投票 其實拉票的工作 應該是政府的一宅 是吧 因為每個司局長 你自己的範疇 你希望通過 你一定有個責任 反而如果你說 將假手議員 我覺得不可能 他應該自己 責任在自己 在來立法會補選 九龍西選區來說 民主派會派出姚松炎 民建聯中委會 昨天都有決定 會派出鄭詠順的 姚松炎曾經被DQ過 大家怎樣去前瞻 或者他會不會過到確認輸的關 其實現在整個社會 都是很焦慮 因為有些是親北京的人 有好的媒體 就不斷放風 就說他沒有機會 不行的 問聶德權局長 他也不肯回答 只是說是選舉主任 有這個權 如果姚松炎 那麼多人投票 選舉出來讓他去選 你又再出來說他不合格 不准選呢 我相信真是一石擊起千重浪 一切我們尊重他的決定 我相信他們是按照 有關的法例 有關的程序來做事 現在的決定就未知了 但是你認為被DQ過的議員 可不可以這樣再參選呢 你這樣簡單去說 就不行的 我怎麼可以這樣去作一個判斷呢 那如果姚松炎入到閘 你會不會反對呢 我不會說 我的說法就是尊重選舉主任 無論中聯辦有或沒有去干預香港的事務 大家有不同看法的 若然面對不恰當的干預 希望特區政府上上下下都站得住 謝謝兩位今天 彭德祥 最近政治事件就一羅羅 林鄭月娥特首應該都忙著應付 不過其實民生的問題都很需要她關注 她在競選特首的時候 就曾經聲言要解決政府面前的三座大山 當中就包括領展 很多市民都有所期待 其實無論建制派或是民主派 對領展的營運手法都有不滿 本來應該可以眾志成城一起做些事 但特首早前就說 對領展都有少許束手無策 在去年的11月 領展又出售旗下的17個商場 很多細鋪都說打定輸數 遇到新業主很可能要再加造 那小市民、小商戶那些 是不是就要逆來順手呢 其實也未必 在民間亦發起了不同的共構計劃 一起對抗壟斷 我也有去看過 他可以收拾嗎 不是,他是在這裡 不過長期… 他長期都放些貨在這裡 旁邊收拾了 他就更加可以放過去 現在沒人來 徐兆康和黃必敏都住在青衣 關心地區發展 去年在Facebook開設青衣島民群組 和居民互通大小信息 他們現在身處的是長康村二旗商場 是領展已經出售的商場之一 雙蓮的街市亦都同一命運 有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花洞也沒有 看見那些店舖越來越收拾一間 沒有一間 雕空感是越來越強烈的 他們的反應就是在這裡賣東西貴 而且是不新鮮 我不知道可否所有東西都可以歸咎於 在那個租金那裡 但的確這十多年 越來越少人在這裡賣東西 同樣圍住青衣的長髮廣場 現在仍然屬於領展 裡面無論裝修、定位和發展 都和步行相距半小時的 長康商場差天共地 徐兆康和黃必敏認為 是因為長康村圍住高山 人流少加上人口老化 導致領展決定放棄經營這裡的 商場和街市 漠視了居民的日常需要 當公屋的居民的 生活指數都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要求他賣什麼?珠寶? 賣金?不可能的 我們都是賣一些柴米油鹽 領展賣了之後 有些是整個商場變成補習社 也行的 純商業的東西的時候 完全脫離了生活的話 街坊最害怕的是這件事 反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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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展 這座看來不能撼凍的大山 無權無勢的小市民 除了留意領展的新聞 還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青衣島民一直想在地區推廣 共購計劃 這天就和幾位在青衣的街坊 先一起去到元朗的農田 了解有機菜和共購 以致之後怎樣送菜 希望令街坊有多些選擇 共購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先鼓勵街坊要親自落田 了解一下怎樣種菜 接著就可以選擇他們心意的菜 你想像一件事 就是有五十個婦女 每天有五十斤菜 他們去跟農田訂貨 結在一起 集體用的錢去買貨 不論在運費上 不論他們想要的品種 甚至他們想怎樣種種 他們都可以選擇 很多領展介紹裡 賣菜都慢慢變成 好像是同一間的東西 但是不同名字 但是賣的方法全是一樣的 開始我們就會問自己 其實我們面對一個 這麼龐大的領展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不過計劃還處於起步階段 還不斷籌集街坊 農場場主試過送菜去到青衣 但就遇到地區阻力 我們現在做的地方是放在管理署 是青衣有很多地方不行 其實大家怕負責任 怕做多些事 但管理署本來應該是服務居民 這些可能在大家的意識上 其實要求太大 管理署我們給管理費 服務居民是理所當然的 為何會托手爭 這個是不合理的 同樣有攪共購的旁一鳴 除了希望支持本地農業 也希望對抗大財團的壟斷 團隊會管理訂單 分菜 甚至安排司機將菜送上門 客人付月費 每個月可以收到四次菜 事先不會知道袋裏面是甚麼 例如12月 可能突然間有芥蘭 那星期便可以吃芥蘭 對他們來說 除了是驚喜之外 都是一種學習 突然間又了解香港 在香港這一刻會吃到甚麼菜 按時令去煮食 對自己的身體好 又對大自然尊重 領展或大財團等等 就教育到我們全香港的人 都是著重價錢多一點 而不是著重價值 我不想光顧領展 一來也是遠 但就算是很近 我都會盡量不太想光顧它 因為它對商戶 都很不合理 街市買的 其實很多都是大東北運過來 其實都已經冷了幾天 一定是沒那麼新鮮 我覺得有機菜 你真的買回來 今晚即刻煮 那是真的香一點 甜一點 又比較有吃到的菜 本身的原汁原味一點 龐一鳴都曾經面對 好像青衣島民遇到的地區阻力 他有以下建議 連結社區的中心 我覺得他們很願意 讓你有空間放在這裡 然後讓他們的會員 或者居民來拿 消費者其實都要跟屋苑 管理處要談的 很多時候就了解了情況 會擺放的時間 他們都願意去比較方便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方式 就是消費者自己為了自己的好處 跟管理公司談 然後最後都可以處理到這件事 領展在去年11月 以230億出售旗下17個商場 成為領展最大規模交易 有評論認為 領展陸續出售屋村物業 可能會成為趨勢 民間能夠抗衡 究竟是指日可待 還是不可能的任務 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只是垂死掙扎 我覺得其實我們不要想 我到最後能夠打死大怪獸 但我究竟能否教育到更多人 一起知道原來那就是大怪獸 領展根本上都不需要我們打 他自己撤出了 現在我們面對的 不是再是以前我們經常提及的 領展的霸權 他都走了 問題就是他走了之後 讓他更惡的東西離開了 陳揚然要對抗三座大山之一 領展的特首林鄭月娥 早前說不會回舊領展 因為這個是沒有自衛的做法 這個是相當愚蠢的做法 甚至有一點我都會覺得 是束手無策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的確 單靠小市民對抗壟斷 是以卵擊石 但當民間訴求的聲音越大 或者可以促使政府 加快興建公共街市 和屋村商鋪 期望有一天 愚蠢都可以移山 過分的商業行為 政府絕對有責任規管 民間的力量始終都有限 希望政府都可以做點事 今集說到這裡 再會 再會 傳統